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宣布器械投降但是又不愿意加入巴刹尔政府军的武装人员也统统被送到了这里 如今在土耳其的收拢下组成了联盟 准备与俄叙联军展开最后的决战 虽然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调解中心多次对他们进行劝详 但是却少有人愿意接受 多次劝说无果的情况下 俄叙联军也只能下此手了 据媒体报道 8月7日 俄叙联军正式打响了伊德利布收复战 俄罗斯也出动大量战机进行空中火力支援 向叛军聚集地投下了大量的巨型炸弹以及白鳞弹等国际禁用武器 短时间内就瓦解了数到叛军防线 给敌军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紧接着政府军出动地面部队对叛军阵地进行清扫行动 很快就收复了多个地区 当地叛军在俄叙联军的联合攻势下节节溃退 但是这时作为俄罗斯死对头的美国又跳了出来 要为伊德利布的反政府武装人员主持公道 有消息称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认为 俄罗斯在叙利亚战场频繁使用国际禁用武器 是毫无人性的大屠杀行为 要求联合国对普京以及巴萨尔这两个罪魁祸首进行制裁 大家都知道 美国为了一己私利 就在多个国家挑起战争 还暗中支持多个极端组织 屠杀无辜 民众 现在跳出来指责俄罗斯 没有人性 恐怕无法让人信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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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